律法本是借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圣經裡面的約 神與人的約 讓我們看第一頁 寧西米記9章32節 我們的神啊 你是至大至能至可謂 守約師慈愛的神 你知道上帝是守約師慈愛的神嗎 祂就創造天地萬有的主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好了 他可能是這個肯大集團的大老闆總裁 然後你可能是這個大集團裡面的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秘書 甚至於是可能是管理員 也許你是覺得你好像很低階 可是最大那個老闆跟你 跟你說了一句話 他給你了一個約定 他就會動用他這個極大的資源為你成就 事實上他不需要這樣 他有極大的權益 他根本不需要跟你守約師慈愛 可是他願意 這是我們的神 他跟你守約而且不只是守約還師慈愛 而且如果他是至大至能至可謂的 卻不守約而且不師慈愛 那又怎麼樣他很可能會傷害我啊攻擊我啊沒有 可是他至大至能至可謂又守約師慈愛 我們再看下一頁 詩篇89分34節 我必不背棄我的約也不改變我口中所出的話 我絕對不會背棄我的約 這是聖心上清楚的說我們再看下一頁 立位戒26章44節 雖是這樣他們在求敵之地我卻不厭棄他們 也不厭惡他們 也不背棄我與他們所立的約 因為我是耶華他們的神 我們中間審約一些部分 事實上這個立位戒26章的時候 百姓已經被約了 他們在摩西之約之下他們被約 事實上神是要處罰他們的 可是神在處罰他們 神在管教他們的同時 人就說我還是不背棄我的約 我還是不背棄那個美好的約 我是守約師慈愛的神 因為我是耶華他們的神 而更何況你現在在新約 你在新的約裡面 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去搜尋我們的視頻 告訴你新約是何等的完美 是這八個約之中的最完美的總綱 最完美的約 可以說是約中之約 你可以去搜尋來仔細看 OK 所以我要告訴你我們的上帝 他就是守約師慈愛 而且他對你的意念 就是要賜平安的意念 而不是降災或的意念 是要使你末後有指望 是要使你蒙福蒙福再蒙福 讓我們看下一頁 神人之約是白白的恩典 人有限 神無限 人無法與神平等立約 你知道嗎 你是人就算你再怎麼想要守住那約定 你都不可能守住的 比如說好 神說他是不打頓也不睡覺的 你一定會打頓你一定會睡覺 請問你睡著的時候你要怎麼守約 你如果要履行約定的時候 要去愛人 要去幫助人 要去憐憫人 這時候你睡著你要怎麼去憐憫人 你光是你想睡覺這件事 你就沒有辦法守約 而神他是無限的 所以他能夠完全的守約 你無法與神平等立約的 我們再看下一頁 因著愛與憐憫 神主動與我們立約 我們不可能主動跑去跟神說 主啊你來跟我立約 上帝覺得你是受造物 你憑什麼跟我講這個 可是神卻未來愛跟憐憫 祂主動與我們立約 按著祂的恩典他也主動完成救恩 就是神 葬身在世上 成為百分之百的人 百分之百的神 百分之百的人 然後為人死在十字塔上 死了 三天之後又復活 又升天 成為你最美好的盼望 我們再看下一頁 八個約裡面 第一個約是創世紀 一到一章二章的伊甸元之約 第二個約是創世紀三章 十五到十九上帝說的亞當之約 再來是挪亞之約 創世紀九章九到十七節 亞伯羅罕之約 創世紀十五章八節 十七章一節到二十一節 事實上你看到很多的部分 好我們再看下一頁 摩西之約 初愛奇紀十九章四到六節 生命紀五章一到三節 迦南之約 生命紀二十八章一 第一節到三十章二十節 還有大威之約 薩摩爾記下七章十六節 還有前後文 還有基督的新約 它出處就非常多了 各位弟兄姐妹 這八個月最完美 也就是完成在基督的新約 你仔細去讀 很多人說 你們只看新約 你們只讀新約 不是的 你去讀舊約 你知道剛才前面的那七個約 通通記在舊約全書裡面 那當然 新約全書要開始記新約了 當然我們新約的前半段 新約的四福音書裡面 有部分還在律法的時代之下 在耶穌說成的那一刻起 才是新約的開始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東西記著 好像耶穌要求我們 好像要遵循律法 不是這樣的 到後面你會發現 就很像是 我們可以稍微提一點 你看主導文 好像說什麼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得人的債 彷彿聽起來好像是 你不免得人的債 主就不免你的債 那是在舊約最後 耶穌要完成舊約的要求的時候 祂說出來的 可是你知道嗎 如果你只去查經 你會發現 其他的經文告訴你 你要赦免人 你們要彼此饒恕 正如主已經饒恕了你 如果你有興趣 我們在其他的經文 有提到這個部分 所以神也已經先饒恕了你 使你有力量去饒恕別人 不再是你要免了別人的債 主才免了你的債 是主先免了你的債 然後你去免了別人的債 這是新約的美好 這就是神透過保羅 透過彼得 透過約翰 透過許多的使徒 寫出來的新約 告訴你 最美好的約 已經完成的約了 有興趣去搜尋 我們其他的約的分享 或是我們其他的視頻 你會看到神對你真正的 那個美好的恩典的祝福的藍圖 還有他在你生命中 要給你那極大的盼望 讓我們一起來禱告 現在八天父我祝福我們這裡 每一位弟兄姊妹 真正活在那個新約的生命裡面 我們好像覺得 他們過去能夠有許多的超自然的事情 事實上你現在也可以經歷 許多超自然的事情 我們當中有些人 你現在正在病痛 你現在在軟弱 神要對你說 讓我來為你施行超自然的一致 不是你做得好 不是你讀經多 奉獻多 禱告多 乃是因著我的恩典 讓我彰顯我的應許在你身上 因我的鞭傷使你得一致 因我的心罰使你得平安 使那些應許彰顯 唯一使那應許不能彰顯的方法就是 你在律法下 罗馬書四章十四節 如果你在律法下 應許就廢棄了 所以我祝福你轉向白白的恩典 不再憑行為 憑上帝的恩典 你要蒙福 蒙福再蒙福 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觀眾朋友 都來經歷神白白的恩典 真正認識耶穌基督 並祂釘十字架 奉獻是名祷告 阿們